大家好,我是许杰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门 我觉得非常骄傲的课程 就是文法全修班 这门课程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 它的时数会比坊间的文法课 要长两到三倍的时间 会有这样的设计 最主要是希望让非外文系的学生 也能够享有跟外文系的学生 一样长的时数 可以来学习文法 那再者呢,我们在学习一个语言 本来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练习 一个累积,对吧 第二个特色 这门课注重的是以理解的方式来学习文法 本人最讨厌的就是背公式 套句型 这种方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就把公式套进去 答案就出来了嘛 但是呢,你真的会使用它吗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 那可是跟老师学文法真的不需要记忆吗 我必须诚实的说 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 过了前面几堂课的阵痛期之后 后面的课程大部分都是需要同学去思考跟理解的 这时候你就会深深的觉得 我的大脑还活着 第三个特色 这门课是从文法的整体架构教起 大部分的课程它都是从细节开始教的 比如说名词要加s还是不加s 你觉得重要吗 重要 但是它会严重的影响到你整个句子 或整篇文章的一个语意认知吗 不会吧 那但是你从细节教起 你会觉得它比较简单 然后比较能够掌握它的内容 但是同学到最后往往会觉得 我怎么没有办法把每个单元把它连贯在一起 也就造成学习上会有一种分散切割的感觉 而我的课程从一开始就让你看到所有文法的一个全貌 然后之后呢 在每个单元会做深入的一个讲解和探讨 同学呢 一开始在前面几堂课会觉得稍微辛苦一点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很能够有组织的有架构的把这所有单元全部融会管通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全面提升你英文实力的同学们 请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这有可能改变你一生的课程 欢迎你们的加入